哈喽大家好 那相信这段时间啊 大家每天待在家里其实也是蛮无聊的下来 因为我也是不例外 我能明白你们的感受 那你看今天太阳这样大 我眼睛都看不到为什么会出来 因为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今天呢 你看我身后这辆 没错啊这辆车就是我的车啊 我就是Torota Vios的车主 这辆车2010年10年了 而且除了我以外 我的家人其实也是蛮喜欢Torota车 我家有4辆Torota车 3辆Vios 1辆Gambri 这样今天 我作为一辆Torota的车主 而且我又是作为一辆Torota的粉丝 我就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会喜欢Torota车 是不是真的开不坏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辆 这辆就是我的Torota Vios 然后旁边这辆呢是我姐姐的 其实我车很多天没有start的啊 现在也是打算要start一下哈 其实大家要记得啊 车带多点没有start 其实是对引擎那些不好啊 因为你的引擎油啊 你的汽油啊你的 车的battery啊都会就是老化那些 所以大家记得就是 MCO行动管制令虽然不能出门可是 你的车停在停车场也好 停在家也好 你每隔一个两三天来 启动一下你的车一个五分钟 十分钟 让你的引擎那些有运作下 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举动啊 这辆Vios 就是2010年买啊 10年了啊到现在你问我有什么感想跟 经历吗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 我用这辆车用了大概一年了 之前都是我妈妈在用啊 我先讲修理这部分啊问题 从2010年买到现在 2020年 10年了 完全完全完全没有修理过 基本保养是一定啊换轮胎啊换battery啊 黑油啊变速箱油啊那种Aircon filter 那也是很正常一个保养相信大家也是知道 当然有换过Breadpad Breadpad也是基本保养还有换过Lowerarm的Asoberlink 因为那些Lowerarm的Asoberlink这种底盘部件啊 其实每一辆车开个三四年四五年 那些零件都是怎样都会有 就是老化啊损坏都是要更换的 所以这一个我 相信 不算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基本保养 所以除了这些外有问题吗完全没有 所以我当我第1次用了这辆车我用了大概半年多 接近8个月了 呃我每一天就是打油走然后 到Mileage换黑油啊 换那个 Gearbox油这样子吧 你完全不用去担心就是他会 突然有一天坏在路边啊还是一大堆问题这边想那边想不会真的是没有 你可以想到就是我这辆车是最low spec的那时候不是买high spec的不是full的是最low最low spec的 可是 10年了一点想 一点异想一点low油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多大那时候叫我真的很surprise啊我才知道 开不坏风天其实他是有道理的 其实我在接触这辆vios之前啊呃我也是很多朋友我朋友 超过一半都是驾多大车 那时候我就是问他们我们吃宵夜啊吹水的我问啊 哎 brother 这么你 有这个钱为什么你要买多大的车 讲最便宜他又不是最便宜 讲最 最好跑马力最大又不是他b segment是honda city啊 然后他们就讲 省心哦 耐用哦 买多大我相信啊 我家这样多辆多大 我有个朋友有7辆多大的车 他差不多整个collection收到完了 海浪啊heria啊fortuner全部他都有他就是讲他讲 很省心我爸爸很喜欢多大我爸爸从年轻到老都是买多大的车 所以我也是自然也是喜欢多大车8万块可以买很多车可是为什么买vios 省心耐用经济 好扬 又是这四个 优点 对我来讲这四个优点就是一个 强项啊多大就是用这四个优点来取悦消费者心我相信今天 会选择购买多大 车主消费者 还有粉丝都好啊 他们都是因为这四个理由 去喜欢多大去购买多大去相信多大 我跟我家人也不厉害 其实 讲到我跟我家人了在之前那时候其实我家人呢 尤其是我爸爸呢他是觉得 贵的东西会比较好quality 那时候他就有 就是在很多年前他有买过一辆oc车 那时候买了那辆其实小毛病很多就算了 那时候我记得华人新年 其实我老家在 就是我要从北马 去南马 北马去南马大概700公里的一个里数啊 700公里 那时候 华人新年我爸爸载我们一家大小回家 回甘邦啊 过年 那你知道到 到 没有记错到伊宝那边的山路啊 那车坏啊 停在路边 不能走也不能start什么都不能 我们要等拖车 可以想到就是 那种烦啊那种无奈就是我很闲了我开开心心要过年可是你给我这种东西 浪费一整天顶着他太阳在 在highway旁边流汗啊然后又很危险那些 其实就是很烦啊 过我这个教训过我爸爸就 没有在买oc车然后我家里第1辆日系车就是这辆Dolta Vios 也因为这辆Dolta Vios的可靠跟耐用 我爸爸陆陆续续再买了三辆多大车 一辆Dolta Vios 你问我家里四辆Dolta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可以跟你讲我家里四辆Dolta 加起来修理的次数不到10次 你可以讲就是 我家的Vios Vios跟Dolta Vios都不是新车啊都是 10年的车两辆Vios都是10年 一辆Vios是第3代了5年了6年了 然后我爸爸的Dolta Vios也是6年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的车都不是新车都是旧车 所以这样多年了 他还是这样好驾 还是没有问题 还是可以这样相信 就是你不用花更多时间去想我要这样照顾这辆车啊我要这样实时稳稳用 因为其实我国家人开车都不实稳了 可是我们的车完全没有问题过 为什么 因为 Dolta Vios真的是耐用 所以 当我真正去 跟Dolta沟通沟 跟这辆车沟通沟 我了解到就是 开不坏的丰田 连中国时常都会这样讲这句话 其实真的不是假 他没有跟你玩完 他真的是给到你这种感觉 你今天问我 Dolta好吗 我可以跟你讲 Dolta好 好在耐用啊 真的是开不坏 我不是跟你 我不是 骗你也不是开玩笑 我as一个 Dolta车主 我很相信Dolta 然后 其实 你问我 下一辆车会不会再买Dolta 我可以很 很确定的跟你讲 我在买车的时候我一定会再想到 第一个我会想到Dolta 就像我讲啊 他已经 得到我的心啊 因为其实我接触的车也非常多啊 你 你看到我驾过HONTA CR-V 我驾过Predor Myvi 然后我试驾过很多很多很多车 因为在那之前我也是做修车 所以我试驾过很多很多车 可是为什么到这我还是喜欢Dolta 因为就是那四个优点 省心 耐用 经济 豪洋 OK今天如果你问我 就是Dolta是不是真的是全是美 好像没有没有缺点没有毛病 这样 其实是没有啊 其实他也是有 不足的地方 美中不足 因为 Dolta呢 你要有个很热血的驾驶乐趣 或者很好的性能 他并给不到你 他并没有给到你这种东西 因为他就是一辆追求实实在在的 城市小车 城市代步工具 还有一辆 买菜车 简单来讲就是买菜车 因为 除了新一代的cora 有天绝底盘驾驶之外啊 其实 其他的Dolta车款都是比较注重 方便跟城市代步 他并不会给到你什么很热血的精神 相反 欧系车就做到 欧系车他有性能 他有空间 他有质感 他有个身份 他也给到你热血 驾驶乐趣 所以为什么 以前我很喜欢欧系车 不过除了钱包 不过后以外 没有钱以外 呃就是不省心 所以你问我其实 什么车是最好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车是最好 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车 如果今天你能包容 能忍 欧系车的小毛病 还有他的一些保养费比较贵 这样子你绝对可以 去入手欧系车 如果今天你只是想要买一辆车来买菜 带步去载孩子 放学 去补习那些 这样我可以跟你讲 你可以选择日系车 因为你只是要一个省心跟方便 日系车可以满足到你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一组 玩车交 这样子 欧系车 蛮适合你 当然 Toyota 也开始热血起来了 因为 GR Supra GR Yaris TNGA Dynamic Force 引擎 全部 这些热血配件都开始逐渐 浮出水面 因为 他们的社长 这个丰田章 也是一个业余赛车手 所以 未来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驾驶乐趣非常丰富的多达者观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跟你们讲 喜欢性能跟驾驶乐趣的我呢 为什么 下一辆车还是会坚持多大车 因为 Cor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一代Cora 那天我试驾过后其实驾驶乐趣是有 性能也是还可以不错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我还是会选择多大这款 因为 热血的多大已经开始慢慢回来了 OK 今天的这一个分享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啦 这样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 记得订阅分享跟点赞 如果你们是多大车主呢 记得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吹一下水聊一下天 交流下家多大的心得 欢迎 我是Jaden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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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阅 订阅 转发 打赏